马拉基书第一章 耶和华籍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 耶和华说 我曾爱你们 你们却说 你在何世上爱我们呢 耶和华说 以嫂不是雅各的哥哥吗 我却爱雅各 恶以嫂 使他的山岭低业变为荒场 未旷野的龙所得 以东人说 我们现在虽然穷乏 却要回去重建荒废之处 大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任他们建造 我必拆毁 人必称他们的地位罪恶之境 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面 你们必亲眼看见 也必说 耶和华必在以色列境界之外 被尊为大 了是我名的祭司啊 大军之 耶和华对你们说 儿子尊敬父亲 仆人敬畏主人 我继位父亲 尊敬我的在哪里呢 我继位主人 敬畏我的在哪里呢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 藐视你的名呢 你们将污秽的食物 陷在我的坛上 且说 我们在何事上 污秽你呢 因你们说 耶和华的桌子 是可藐视的 你们若将瞎眼的 现作寄生 这不畏恶吗 你们若将瘸腿的 有病的献上 这不畏恶吗 你献给你的省长 他起喜悦你 岂能看你的情面吗 这是大军之 耶和华说的 现在我劝你们恳求 神 他好事恩于我们 这望羡的事 是由你们经手 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 这是大军之 耶和华说的 既是白白陷阱 你们中间 有谁关上殿门 你们不要白白 在我坛上烧火 大军之 耶和华说 我不喜悦你们 也不从你们手中 收纳供物 大军之 耶和华说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邦人中 必尊位大 在各处 人必奉我的名献香 献捷径的供物 因为我的名在 一交民中 必尊位大 你们却卸读了我的名 因你们说 耶和华的桌子 是污秽的 其上的果子 食物是可藐视的 你们又说 看啊 这些是何等繁琐 并嗤之以鼻 这是大军之 耶和华说的 你们把撕碎的 瘸腿的 有病的 拿来献为供物 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 这是 耶和华说的 行鬼诈的 在群中有公养 他许愿却 用有坏的献给 主 这人是可咒诅的 因为我是 大军王 我的名在一交民中 是可谓的 这是大军之 耶和华说的 马拉基书 第二章 众祭司啊 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大军之 耶和华说 你们若不听从 也不放在心上 将荣耀归于我的名 我就使咒诅 临到你们 使你们的福分 变为咒诅 因为你们不把 诫命放在心上 我已经咒诅 你们的福分 看啊 我必败坏 你们的种子 又把粪 就是你们圣洁所献的 粪磨你们的脸上 必有人 把你们与粪 一同除掉 你们就知道 我传这件命给你们 使我与力 为所力的 约可以长存 这是大军之 耶和华说的 我曾与他 历生命和平安的约 我将这两样赐给他 为要他存敬畏的心 他好敬畏我 在我名前惧怕 真实的律法 在他口中 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 他以平安和公正 与我同行 使多人回头 离开罪孽 祭司的嘴里 荡存之实 人也荡由他口中 寻求律法 因为他是大军之 耶和华的使者 你们却离开政道 你们使许多人 在律法上跌倒 你们败坏 我与力未所力的约 这是大军之 耶和华说的 所以我使你们 被众人藐视 看位下见 因你们不守我的道 竟在律法上偏断是非 我们岂不都是一个父吗 岂不是一位 神所创造的吗 我们个人 怎么以鬼诈 待自己兄弟 背弃 神与我们 列祖所立的约呢 犹大行事鬼诈 并且在以色列 和耶路撒冷中 犯了一件可憎的事 因为犹大亵渎 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 取是凤外帮神的 女子为妻 凡行这事的 无论卫师的 卫图的 就是献贡物给大军之 耶和华 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 剪出它 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 使眼泪哭泣并 呼喊遮盖 耶和华的谈 以致 耶和华不再看顾那贡物 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 你们还说 这是魏慎魔呢 因为 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取的 七中间做见证 你却以鬼诈待他 他却是你的配偶 又是你蒙约的七 他不是单造一人吗 然而 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 为何只造一人呢 乃是他怨人的虔诚的后裔 所以 当今守你们的心灵 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取的七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 修妻的事 和以强暴待七的人 都是他所恨恶的 所以 当今守你们的灵 不可行诡诈 这是大军之 耶和华说的 你们用言语反锁 耶和华 你们还说 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 那是你们说 凡行恶的 耶和华眼看卫善 并且他喜悦他们 或说 审判的 神在哪里呢 马拉基书 第三章 大军之 耶和华说 看啊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他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 就是那立约的使者 是你们所仰慕的 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看啊 他必来道 只是他来的日子 谁能当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 谁能立得住呢 因他如炼金之人的火 如漂不知人的剑 他必坐着如炼金银子的 他又必 捷径立位的子孙 炼金他们像金银一样 好叫他们凭公义 献公物给耶和华 那时 由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 公务闭盟 耶和华悦纳 彭扶古时之日 往昔之年 大军之 耶和华说 我必临近你们 施行审判 我必诉诉做见证 警戒行邪术的 犯奸淫的 欺贾士的 压榨人之公价的 欺压寡妇和无妇的 去往做客旅的 和不敬畏我的 因我是 耶和华 我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们雅各之子 没有灭亡 大军之 耶和华说 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 你们常常离开 我的典章 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你们却问说 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人岂可夺取 神之物呢 你们竟夺取我的贡物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 夺取你的贡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贡物上 你们为咒祖所祖 因你们这通国的人 都夺取我的贡物 大军之 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事事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轻浮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大军之 耶和华说 我必为你们斥责吞噬者 不容妥毁坏你们的土产 你们田间的葡道树 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 大军之 耶和华说 列国必称你们卫蒙福的 因你们的地弊成为喜乐之地 耶和华说 你们用画顶撞我 你们还说 我们用圣魔画顶撞了你呢 你们说 侍奉神是图然的 遵守神所定的 在大军之耶和华面前哀哀而行 有圣魔益处呢 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未有福 那些行恶的人的立柱 连那些试探 神的也得脱离灾难了 那时 敬畏耶和华的多次彼此谈论 耶和华策尔而听 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 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 大军之 耶和华说 在我预备宝器的那日子 他们必属我 特特归我 我必连续他们 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 那时你们必归回 将一人和恶人 侍奉神的和不是奉 神的分别出来 马拉基书第四章 大军之 这些人必有公义的 日头出现 其翅膀有医治之能 你们必出来 长大如圈里的肥毒 你们必践踏恶人 在我行这事的日子 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 这是大军之 耶和华说的 你们当即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并我在和列山 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 他的律例典章 看啊 耶和华大尔可谓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